今天讀報2020年9月26日 第二宗案是關於一個殺嬰案 在香港的天水圍有一個棄嬰兒被發現時已經死亡 警方在昨天拘捕了一個17歲的少女 警告她殺嬰,原因是發現初生嬰兒當時有遲帶 經過調查拘捕了她,現在正在扣留調查 涉嫌星期二在原來的單位刷下女嬰之後棄置 我剛才評論這件事已經說過 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慘案 現在這個做媽媽的被捕 如果當時產嬰兒在生而因此而殺死 這更加是一個慘上加慘 很多時候少女這樣失身變成未婚母親 不知怎樣做 其實在今天的社會 只要大家願意面對現實尋求幫助 問題可以解決 不需要這樣殺害一個生命 我知道這個17歲的女子當然身心受創 我相信她不是很受 但是就死至此 這裏只可以跟其他年輕朋友說 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件的話 面對現實將她和家人公開談 然後找社會的服務幫助 其實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不需要走到這一步 好可惜這件事發生了 在這裏想再提醒大家 事情是可以解決的 不需要走到這一步 去找幫助 一定有的 我們等一下